不如回到第二節,動蜜蜜 什麼? 我沒有看第二節有沒有錄影 有啊,有啊,有啊 第二節,慘善動蜜蜜 動蜜蜜的American Pie 今集我們就是講這個 猛琴部隊 只是講完個別,他的緣起,他怎樣拍 講女性主義,講他的口,講他漂亮 不如說說整部電影吧 我們都很簡單介紹了 也只能夠很簡單 不如說說你們怎樣看這部電影吧 我記得我還沒入場的時候 因為我有一點點壞習慣 就想高燈連燈去看一看 那些人說什麼 有點兩極的 因為有些就說幾好 有些就說不是拍到很壞 我看完的感覺就是 就很看你的期望 如果你看前半部其實就OK 不是,我是很震撼的 阿Tim不是去Rothin Tomato 或者是其他比較有權威性的 我那些全部都沒有權威的 他走去高燈和連燈看我 他想了解方間的評價 有些人就是了解方間的評價 然後被人送頭 被人拉勾了 我又覺得 沒有錯 我大概 香港人口味就不去香港 對阿 我覺得其實 你不一定是那邊就適合了 那我看完的感覺是 好看你的期望去到哪 如果你說 我是不是來想著 就是看Joker的期望 那你撲硬 那是不會的 那說真的 看完Trailer 從來沒有期望過 如果你看完Trailer 進去可以看到那部電影 那我不知道這傢伙怎麼可以剪到這個Trailer 那真的是高手 那我純粹 就是最後就是 就是動作片 就是看完 就一部合格的電影 一部合格的DC電影 就是那些動作多好 嗯 我 我不如趁著這裏 又說說一些疫情的問題 我入場的時候 因為我是真的 我和你差了一個月 我真的很遲才看 我幾乎應該過了 今個禮拜去落畫 那 那 因為我現在上班 就不用每天都上班 那我一點半小時走了去看 哇 全個戲院只有六個人 我是 大家都知道我看電影的習慣 我是需要一個 好像幾乎包穩了一場 這麼寧靜的環境 終於達到了 終於達到了 隔行買票 到現在 就是基本功 馬馬學 天華就是基本功 然後呢 全場只有六個人 基本功是Canny 是嗎 我以為是你的 那因為有人很害怕 即使是最早買票的那個人 都是買了最後那行的角落頭 因為他知道他附近 一定不會有人買票 除非爆的戲院 否則 都不會坐上那個位 20個人 現在很爆場 我那場只有六個人 不是 八個人 全場八個人 大家坐得都幾開一下 不要說CUT 小小聲 自尋都沒有 我多久沒試過看電影 看成這樣 不要說電話響 很爽的 我覺得很文明 看電影是應該這樣的 當然這部電影跟你有互動 你有反應 你笑你拍手掌 我當然是OK的 但你不要做一些 跟電影有關係 但是沒有 而今天看電影是沒有這些事 真的好開心 那 講完我怎麼看 這些就是我怎麼看電影 我可不可以插嘴說 因為昨天我也看電影 我發現原來是新的情況 我以前沒試過 因為我住在西北 大西北那些戲院一定不會飽 無論現在 所以我是直接 我打算吃完飯 帶了飯肉去 最後一分鐘才去買票 但他計算過 我吃完三個字 我走過去差不多 我去到發覺他整場 可以取消了 因為沒有買票 原來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也是人生第一次 很久了 應該就算2003年 也沒有這樣的事 原來是會這樣發生的 他說不好意思 我們只剩下場了 這樣幾點 九點左右 所以看電影真的趁現在 完全不怕戲院會感染 我想告訴你 還有隔行沒有所謂 因為你一定 你見後面有人會換位 一定會換到 他決定隔行就隔行 有什麼所謂 還有你隔了一行 如果你隔了一行 如果隔了一行 你隔了一行 那些人應該是隔了一行 你隔了一行 你隔了一行 那你應該吵齊他 就不是離開他 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我想說現在 我現在去看電影是安全的 是 我前個星期去行山 座山上的人 是多於那條街的人 於是我決定下山 對 而那條街是少人一點的 然後我再等到星期一 因為我星期六日去行 哇 那座山多舒服 沒有什麼人 但是我覺得整體現在的社會 因為可能又隨著政府說要復工 那你知道我們什麼時候開始錄的 是陸陸續續這樣 那條街越來越多 但是我覺得大家有點鬆懈了 所以真的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覺得大家知道這件事是去到什麼 其實大家要小心 但是就不要走 我猜大家都不走 要有物資的應該都七七八八 是啊 我覺得到我們這集播出去的時候 其實應該再回落一點 現在已經拆貨了 這一街都是 是啊 所以都不太用心 總之大家小心一點 講完疫情了 還沒說 這件事是整群人去行山 我覺得有點過分 香港真的需要下一個點 我講一句 喂 猜有行路上廣州 你們不認識這些教訓嗎 現在整群人去行山 行山都不要緊 但是人們是走得來 不注意安全那種走 我覺得做運動是OK的 但是大家做運動 請不要把口罩和樽球 這些是很固的 這些是基本價格 你明知道別人說 你不要儘量把自己 放在一個很高人口密度的地方 其實是這樣的 正如我都會去行山 我猜不到原來人人都在想 不是走路上廣州 所以我就走了 我覺得這些 但是很多人上廣州 你就捨不得放棄了這個決定 我覺得不是完全欠缺智慧和公德心的 而是因為我難得這兩天放假 其他我雖然說在家庭 但我也要上班 這個不是吃期間肉飯嗎 所以你必須要理解的是 他可以選擇去做運動的時間 你可以繼續走路 但你不要整個山都是垃圾 所以剛才Cherryl Bay說的是 這是公德的問題 人多人少都應該要有 但Cherryl Bay說 你不要那麼多人躲上去行山 就是我不知道別人有這樣的決定 但到我知道別人有這樣的決定 我就在山上 我在山上的時候 我就不容易做一個 這個決定 因為這個時間其實很難得 當你上山 其實你已經花了半天 你再下山就沒有其他事情做 你就浪費了一整天 你可以有的假期 我明白他這樣做 但事實上那些是不夠意識 有些不夠意識 是有些不夠意識 我們再說一部電影吧 那部電影呢 我跟Tim差不多了 那個感覺就是 整體來說 沒有什麼我看得不開心的地方 是結尾可能叫做隨便一點 但我更加喜歡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因為我很遲才看 即使我從來都不喜歡看別人的影評 因為看戲很講自己的感覺 可能有些事情 我跟導演是相接合到的 不知為什麼 即使那部電影 人人都說難的戲 例如《喜馬拉一聲》 我都可以跟導演接合到 但有些人很喜歡的大隻佬 可能我跟他接合不到 那沒辦法 所以我通常都不看別人的評論 然後我就會去看戲 那這部電影呢 有些位置 我對於這個故事 是有些覺得好的 就是他初段 他後段是很直接的 中間都會加一插 但我就是喜歡他 講一下這件事 突然跳過 不如介紹一下什麼 然後又講一下故事 其實這件事應該要講三個小時之前 為什麼我會喜歡呢 因為這樣才像一個瘋的人 傻傻的人 或者是那個腦筋比嘴的人 所以他很快就迫了一些東西出來 但才發現原來不是 我跳得太快了 所以我要回頭說 這些就是一種 我會覺得 有些瘋狂 有帶點天才的人的一個故事 但後面就不是 他純粹是用神視角去講 講故事 這裡反而比前段 我自己覺得就有點失色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前段的內容 當然整個故事本身很平淡 沒有什麼特別的 他很90年代的港產片 所以我就說 我只是喜歡前段的內容 前段的內容我看得很開心 後段就是 差不多了 應該要完 就是我就是一種這樣的感覺 我會看錶 去到後段 直到哪裡我就開始 開始覺得回落 應該是他救到 靚妹為止 然後就被台灣的叔叔出賣了 因為這件事就開始直播了 那個位置是真的很像港產片 那時候 九成年代過的 那種電影的戲露 就是突然間跌到最大的 差不多了 那一段沒有太多的驚喜 因為那一段已經幾乎是後段 還有我自己不太喜歡警察那一段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但是Holly Queen衝進去警察玩的時候 是很開心的 那一段好看的 對 那一段好看的 他又打得好 我看了一些報道的 他就說 那一段關於我看了一些資料 引起引發的一些報道 第一個就是 Margaret Robert 其實她是為了這部電影 是故意去練體操的 還有她找了 忘記了哪一部電影的動作指導 去故意教她這些 還有很多都是堅抽拍的 就是真的是真人上陣 所以絕對值得 即是沒有替身 是的 大部份都沒有替身 她不是完全沒有替身 大部份都沒有替身 所以都值得致敬 在現在不斷瘋狂靠特效的時代 另外一個 所以看那些 雖然我們剛才說她很女性主義 但也好像剛才所說 女性就是用女性的優勢 所以她不斷地捱腳 她的褲子很熱得 真的好像 也不是很熱 可以再熱一點 但她也很熱 她的樣子 對 大部份都很窄 還要解爛了 另外有一件事很有趣 剛才提到達伯 她不是說吃那個蒙古牛肉嗎 原來是台灣的原創美食 為什麼我剛才誤會了 那個導演也是關於台灣人的事 就是因為我看了一篇報道 可能我撈亂了 就是那個編劇台灣 有二分之一台灣血統 她慢慢是台灣血統 所以她故意要加一些台灣元素 然後看台灣報道 哇 你看台灣之光 在這部電影都沒有台灣人 然後她說 因為這個伯伯好像 不知道 總之她在一個訪問裡面 就是 我就是好像 因為她說 這個角色 其實就是想說 她的設定就是 每一次當 Joker和Harley Queen出事的時候 她就會來我這裡 我就是好像 她們一個 避難所 身處台灣的爺爺 她說的 即是不是台灣人自己J的 因為引了這一段 台灣人就 只要這兩段 要進去看電影 當然會殺血 你看看 整地都血統 白色的鴛鴦炒飯 當然一定要進去看 所以都是一些挺有趣的 有時候香港人 有些少少元素 就追到出血 對 都會的 但整體來說 好像剛才合格 我會合格以上 六分至六分 六分半 不要太低 我沒有這麼高 沒有所謂 大家看 不是 我看這套 當然是說我要用回 因為始終 我想DC的東西 我會看得多些 那整件事 我會比較嚴重 整件事 我去看 這套戲的時候 你說 一開始已經知道 基本的故事 是骨幹 怎麼走 那些 你去到 那些角色出來的時候 除了李大姐 Margott Robbie 做的Harley Queen之外 其他人的東西 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所有設定都錯了 可以是 差婆 我訪問一邊 我當這件事 如果我一去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可以說九年 因為Rosey Peresponse 是一個 很有歷史的女演員 就是做那個角色那個 好了 先說了 這個 另外那個 Black Canary 是 Black Canary 老實說 我不知道 是金毛神 是真的黑了 這個本身是一個白人的角色 黑人的女演員 去做 而這個女的黑人演員 本身又不是唱歌 出家 那你又覺得 如果想整件事 加重音樂感 因為她說她是一個 會唱歌 好了 又不是 那你又做了這個 雖然她最後打的時候 她又像是Black Canary 那種打法 她出很多腿 這個是一個 那她一開始 打多人出多些腿 她做是做得好 就是她 每個人那種 打的 fighting style 她是做得 都OK 明顯明確 然後 整部電影 其實Black Canary 沒有用過她的力量 直至到最後 還要是怎樣 真的好像少林獅子烤 喊完之後 會死亡 原秋 爆髒婆 其實這一點 我是整部電影裡 唯一不喜歡的地方 其他那些 有些喜歡 有些沒什麼特別 但這個位置 因為整部電影都是 由她一開始 第一次去Holly Queen 她一開始出手 簡單來說 主要是出腳 你看到她是一些 真實派的格鬥模式 好了 你有說她可以震水玻璃而已 不論是思考功 我知道她一般是可以 不是彈飛那些人 是啊 大哥 你這樣 我就覺得這段 連我看到 因為我旁邊幾個位 有一個人 她本來都很靜靜的 一邊看 大家都很相安無事 她看到那個位置 是會 就是做了一種動作 嘩 搞錯 就是那種這樣的反應 我猜不只是只有我 是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其中一個角色 都是有問題 其實很多角色有問題 好了 去到 Huntress 對 去到Huntress 又不知做什麼 她弄得她整個是白癡的 是白癡來的 只是 怎樣 武力一百 自力得十 即是她只是說 我 即是說 黑幫的女兒 即是黑幫的女兒 看著自己的家人 即是被人堆壞 女版Bagman 的童年 類似 其實 都差不多了 那時候 接著 你不用怕 他就在那裡 你扮什麼 的士司機 在那裡 對著快鏡在那裡 You talking to me 你知不知道她是誰 喂 你搞什麼 還有 想一下一下 她的名字出來 這個gag 是不好笑的 雖然她的名字是Huntress 不是太 太 太 有 迫力了 即是 不會有一種 很明顯 她是什麼人 好了 這個 但是 一會兒我會說回 原來可能有些小道消息 為什麼會搞到整件事 這樣 跟手 就是 OK 就是 最離譜 最最離譜 美妹 Cassandra Cain Cassandra Cain 其實 首先 不是這個 怎麼說 她這個款 起碼不是一個美妹 我先不要說她膚色 OK 她不是粉餅 不是隨便一條蛋散來的 Cassandra Cain 其實是第二代Bad Girl 來的 她說她那時候 她說她那時候 是跟很多 是很多人 好像Bane 好像Bane的女兒 我記得 好像是 她是受過很嚴格的殺手訓練 是 她只會有一件事 她是不能說話的 是 這個是一個圓著來的 而是 在 她這個電影 就是 開頭有一句 只不過是說過警察 問她 咦? 不能拼我嘴嗎? 然後 她的女兒 是還沒聽過聲 然後 她除了那一刻 不說話之外 她淫了 經常都說話的 很多人說話 我坐在那裡說 你做什麼 而且那個Bad Girl 其實她的 其實她的 生命中 相對來說 是比較短的 但其實是 很多人都記得她 因為她是一個 類似G.I. Joe的 Snake Guy 她是 不說話的 但她是 跟人溝通到的 低調而受盲人景仰 是啊 其實她是一個 很特別的角色 整件事的設定已經錯到一個點了 好了 不要說女兒 雖然我曾經在某些公安場下 說我是仇恨女性 我現在不是 我現在連兒子都吊壞 罵 你的Black Mass 這個Black Mass 你會想怎樣 你會想怎樣 只有面具 很簡單的 其實 演員Ewan McGregor 其實他演繹到Black Mass 那種狂 其實Black Mass 不難演繹 如果你看過某些 Count片 即某些動畫 DC出的電影動畫 都是一些很典型 很芝加哥式的黑幫 黑幫說話的語氣 整個八八道道 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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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演繹是不出色的 還有你把Victor Sass 即是他的馬 就是Gothman裡面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華人 他就Gay up整件事 他變成整件事 已經不是BL 是Gay up的 他把他搞得很像 他有兩條電影 如果有空沒什麼 就會大家吵架 屁股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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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件事就是把一些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做得已經是醜化 不是醜了我的醜 是少了我的醜 說回來 如果是Black Mask和Huntress 為什麼會這樣被人玩呢 少到消息說 少到消息說 因為Ewan McGregor 以及做Huntress的那位女演員 本身有一部Fargo電視劇正在拍攝 他就說他們兩個被觸碰了 變成Iwan McGregor 就離開了他 結婚二十多年的妻子和子女 當然是被人救病 現在是一個這麼政治正確的環境下 包括Margaret Robbie 這部很明顯是想拍一部女權主義的戲 把他們兩個角色 Dumbrake 投行自殺 這樣去做 Huntress這個角色 你覺得為什麼Aero拍得這麼帥 你們為什麼拍到 Aero都可以拍得這麼帥 為什麼你可以拍到這樣 對 我覺得沒有關係 拍得帥不帥 跟他究竟是電視還是電影 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Huntress這個角色 是有點令人失望的 不在於究竟他有沒有被醜化 我覺得連一套衣服都已經不好看了 我想大部份錢 其實已經去到Margaret Robbie本身那裡了 你看到他的造型多難度 多少造型 起碼綠套衣服 沒有幾個顏色 你看警察要穿更多 可不可以不要太脫皮脫骨 是啊 Black Canary也不錯 你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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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個警察 你看那個警察 但是Huntress那個造型真的不好 當然不要去到漫畫那些高差泳衣 但是你要有型的暗黑女殺手 可不可以放一點 可以給法哥幾樓 所以Arrow做到 為什麼你做不到 他玩一下就可以做得更好 是 而是那些造型 電視劇的造型 會比電影的造型差 真的是這個 你想想 我們剛剛在上一集說的 《Crisis on Infinity Earth》 你看一下 Barry Allen互相對對方那套 但一看就知道 電影那套好很多 是啊 但是這套真的很差 簡單來說是隨便 是沒有心做的 就是說 有些就算說 本身 小丑女Hally Queen裡面的衣服 其實都是很參差的 你到最後那一場 你穿那件金色的工人褲 又不知道你做什麼 你去到 即是初初去抱的時候 我初初那兩件是最難頂的 那件不是瘋雞嗎 那件不是瘋雞嗎 那件不是瘋雞的衣服嗎 不是透透的那件嗎 前面有一顆星 前面是有兩顆 基本上是透明膠 好像星星 兩顆酒 那隻啦啦隊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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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看著你 這是 這是 Birds of Prey 不是 Angry Birds 你想怎樣 好看的 好看的就是 他進去猜館 踢鬥那一場 那套衣服 是指我們認識的 Hally Queen 時裝元素 甚至有 因為你留意她的衣服 寫著一些字 是打借的 寫著 Hally Fucking Queen 其實這個是在這兩年 那個牌子叫做Balenciaga 不是Balenciaga 是Balenciaga 他這兩年出的東西 都是會輕用這樣的方法 去印衣服 有這個花在那裡 有所謂的時裝元素在那裡 不是太太好 這些都很刺耀 但問題就是整件事 給人家說 真的好 好像薄皮 是啊 那些錢 就是很集中 所以其實你說 這套是一套群戲 不是這套都是 Carly Queen的獨立電影 不是 你不是拍那套獨立電影 這件事沒什麼所謂 現在也是 其他東西都當是配角 你剪走所有 Birds of Prey 不行 你不是說故事發展不了 因為沒有那顆鑽石 就發展不了 但那顆鑽石一定是 要有錢人家 才去到這個地步 除非你說不是 那你有割含 另一個家族 但是這樣就發展不了 很多 他有些Easter egg 他有什麼 他用其他黑幫 用其他黑幫 那些有 整套東西就變成 你說要靠這套東西 去救DC 就沒可能 當然現在票房很明顯 反映了這件事出來 甚至你說 好像Budget是 一百個 八千多萬 加上宣傳費是過億的 現在收了一億七千多 應該還不到本 應該這麼說 他們的票房 好像要Double 是平手的 如果要過雙倍才有得賺 這樣就應該 你可能計算DVD 那些賣給Netflix 我不知道說 有沒有頻道 應該勉強平手 很慘 慘在就是他撞正 這陣子上 全球票房 始終都會 他有說這個是原因之一 但他們的粉絲又出了爛爛手段 我又不太喜歡 不要緊的 我想那些粉絲 不爛爛 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去理解這套戲 為什麼票房不能收 當然 我的意思是 最近所有的電影 肯定都會因為 一定是原因 而且影響也不小 因為你有很多地方真的上不到 就算上到也很少人看 這樣就沒辦法 但是整體這套戲 就是我 我不會覺得很不舒服 當然Shadow Bay看起來 會有些很不舒服 我不是很不舒服 我很懶惰 想撞人 你看電影也會這樣 你應該看這部 因為我沒有Shadow Bay那麼熟 Buzzle Play和Hardley Queen的背景 但如果我用這套戲的走路 就很明顯 他真的所有的心機都去 如何塑造Hardley Queen 造型都給Hardley Queen 最多是給小妹 Bread Mask我也覺得有點心機 其他一切全部都是契弟 是啊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 那你不如集中在Hardley Queen Bread Mask 和小妹 我先不管她是Bread Girl 我當作是原創角色 什麼都好 其實最招了這三個引導 然後集中說Hardley Queen 如何走出Joker的陰霧 我覺得已經是一套很不錯的電影 他現在正在做這些 他嘗試做 但那三個 其實Birds of Hay 是令焦點混亂的 有嗎 我覺得有 其實我沒有分散過 我也不覺得他們有氣 因為他們契弟到這個地步 你怎會覺得他能分散到你的焦點 我想 他所說的話 其實他很期待 好像《Avengers Assemble》那一個幕 那一個幕 那一幕就是說 他們在一個情況 即是這群人 這群人拉起來 舊的時候 他是一出來那一刻 是一種氣勢出來 說來啦 來啦 來啦 而在這部電影裡面 他走出來 警察中槍的 我們都想警察中槍 這個位置是有問題的 還有那一種 他們整件事很柴娃娃 喂喂 殺到你了 斯蘭達拉 我可以在那裡找些東西出來 我覺得當然 有很多事情 都是 好像 例如 例如 那個場 人人都要 你看到某個位置 你就知道 這個場應該就是 以前他們的基地 有一種 有一種 準備好 那一種 我覺得 不會做到這個地步 因為 這群人本來 就是 拉雜成軍 他不是 SM 他不是Avengers 我本來都不特別期待 因為他們是一筆難答答的八婆 所以我就不是 他本來就是想做這些 他這樣反而我覺得OK的 但是 我反而覺得前面一路鋪排 就是 既然這些角色 由台到尾都是契弟 他們Assemble 對於我來說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我寧願你聚焦回 如果從頭到尾都是Harley Queen 去保護這個小妹 或者可能這些人 是 反而 你完全不說他們的背景 跳出來幫忙的 遲些會有獨立電影 你到時留意一下 我可能還可以一點 現在看過世上 因為 特別是Harley Queen的成長故事 去到後面 其實 在最關 其實Assemble 那個位置應該是最關鍵 他完成 他那個成長 真正脫離到Joker的一個位置 但是 其實我覺得Birds of Play 在我看的感受裡面 我覺得最應該剛剛好 在這個位置 你要完成的時候 就把這個位置拉散了 嗯 是啊 我有沒有 我怕我記錯劇情 是 因為這一套戲 你是不是看到很多 譬如有單親家庭 有被出賣的愛情 有被上司欺壓 即是職場的女性 你說之前 這裡有一件事 我要補充一下 整套戲裡面 你所說的事情 應該是發生的閣閒事 或者在那裡附近 你最後真的 喂 好像一個二個 不知道去了哪裡 你說差婆被人欺壓 Commissioner Gordon去了哪裡 這裡這麼嚴重的事情 Is Batman a fucking joke to you? 很明顯是 很明顯是 大家有沒有留意 大家當然也有留意過彩蛋 看到最後 他這個彩蛋 原來是向動畫致敬的 他不是說 講個秘密告訴你 Batman 他其實就是想說 Batman會放蝙蝙蝠 這個是來自動畫彩蛋 但電影可能不能播出 如果播出後 可能會來三級 他現在應該也是三級 外國三級 這裡不是 這裡是二B 所以 如果我沒看錯的話 他的衣服好像是 好像是 你不是說HarelyFucking Queen 她好像是 香港版本 在背部 不是在背部 我怕我看漏掉 因為我看前面是沒有的 他可能是那些衣服 剛剛裁了 你說很明顯看到 因為我在前面是看不到的 因為那裡是光白了 所以這個彩蛋其實是來自那動畫的 網友這樣說 我相信和敢反應給大家聽 我會覺得他其實想說到最後 他終於擺脫了小丑的愛情的陰懷 然後再大一點的圖片是什麼呢 他其實建立了一個小的家庭 跟這幾個人建立了一種另外的感情 我覺得也可以 如果他跟那個小丑也成立 但是Birds of Play 除非 除非在過零中之內 你令到這些角色也有些數字 不然其實你跟他們在一起 我也覺得好像沒有 肯定不會 因為除了Port Sun Life之外 這幾個人是不可能跟他建立了一個家庭 所以這套東西現在不是搞過這樣 他想透過這群人去影響一點的 雖然人們說到一文不值 但我覺得前半是好的 他怎樣在酒吧 人們說 如果你是Joker的女兒 你現在不是她的女兒 你閉嘴吧 我覺得這種 identity 男性是很難考慮的 但是可能女性就會很容易看到這一點 然後他怎樣跟那個小丑也有交流 怎樣本身打算把她丟給Black Mars搞定的事情 然後去到跟她有感情的地方 那些位置一直去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去到後面 當Birds of Play的人出來 然後開始慢慢佔了劇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散了 因為如果你問我最切割是哪裡 初初他有一種很歡樂和瘋狂的玩法 例如說那些線條來跳去 說那種Honey Queen那種不按張法的罪事 到最後一要給那個公園 就是那些遊樂場 被Birds of Play的時候 那一段其實很老套 那一段就是陀威龍一 終極老套 那感覺就有點切割 那感覺是很想用一個超級英雄的角色 去拍Sex at the City的事情 我的感覺對於這件事很強 就是你是說一些很情情淡淡的事情 但又不撇脫 很明顯你是說這個故事 是一個被仔飛的一條女的故事 但是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是不是每次去到這麼精彩呢 我真的覺得很麻煩 你說是不是很精彩 其實他不精彩 尤其是去到後面 就是… 散光了 反而太… 不是,他不散光了 後面就是一群女已經集合了 然後準備救那條小女孩 不過剛巧最傻眼的是什麼 最傻眼的是Huntress的存在 因為那顆轉石 其實他沒有必要參與在那一戰裡 以Huntress的新手 要不讓那群Backmas發現 是沒有難度的 因為他是一個超級殺手 是不是 他又說到他不知道在那裡的訓練員 是很厲害的 如果你真的不想參戰的話 是沒有必要參戰 而且可以不參戰 那… 猜破不會,因為他是正義的 他一定會保護這條女孩 另外,Black Canary是一定會參戰的 因為他們住在同一棟大廈 他是認識他的 所以他們的存在參與是理解的 但是那條線看起來不特別 沒有什麼很大的高潮 打鬥普通 當然他玩了,嘗試透過裡面的一個… 那些叫什麼? 布置 一個剛才說的鎚威龍式的布置 令到他… 打鬥來說是比較寬鬧的 但是其實很莫名其妙的 是不是? 就是… 這個牆已經荒廢了 它裡面怎麼可能會禁光 以及機動遊戲怎麼會動呢? 它的裝置怎麼會動呢? 是不是? 那個騰騰過程會不會是電動的 怎麼看都不是普通騰騰 ан明,推就可以了 所以你中間都發現他有些… 操縮… 這些Akan of Asylum那些遊戲那些橋段 跑一跑就會自己移動 所以我反而覺得是 為什麼我剛才由開頭到現在 我也是覺得當後段他們集中在一起 變成幾個人的一條線 反而不是散的 反而是集中的 就是太過集中 但那些東西是不精彩的 即是安排得不好看 你說如果前面那些跳躍不按 好像阿天說不按張法的罪事 一直在介紹一些人下去 開始說什麼組裝一些人下去 其實是無所謂的 當然阿森說的就是 這群人沒有影響得Holly Queen很厲害 而令到後續會改變了 我不確定是否不行 因為可能真的有些女性會覺得 連結在一起打了一場 我發覺女人和女人之間有猶豫 而她最後因為沒有真的成為其中一隊 沒有成為其中隊員的一份子 可以理解為她在這裡經歷了一件事 消化了她和Joker分手這個事實 但是我依然是我自己 所以我收了一個女徒弟 跟你剛才說 在沿著裡面 Cassandra是嗎 Cassandra Cassandra是Bad Girl 已經完全脫勾 而她就成為了下一代的Holly Queen 不是Holly Queen Holly Queen是一個 變成下一代的事實 因為她說她收了她做徒弟 最後她又扭了 扭了這個大角之後 知道Holly Queen是混蛋 變成了Bad Girl 我不知道她怎麼玩 但是 她的不精彩在於拍法 而不是她的核心 我是這樣看這件事 因為你看到 本身有些前半都還有一些 其實她還沒寫Huntras 還沒寫過警察 的時候 Black Canary 其實是寫到一些女性情義的東西出來 其實本來很明顯她是一直想這樣寫的 是呀 我看到你執屍 其實我不認識你 我又不太喜歡你 而且她本身說 你老婆 你靠Joker而已 收屁吧 就是Canary這樣說 她飛了我 然後開始 不是呀 慘得這樣 不理你了 然後才可以幫她出頭 就是那個情義 本身那個位置一直在寫 這兩個是有些的 這兩個是寫得到的 但是怎樣去到後面 就變成Huntras寫不到 警察寫不到 然後他們組合在一起 這些東西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我才說 散的意思是 她原本想寫的東西去到後面 反而因為Birds of Prey的出現 而沒有了這些描寫 這是我才形容說是散了 這個意思 這部戲的小小新言 就在她上畫 沒多久之後 DC Black Label 是出了一本 Harley Queen & Birds of Prey 很多年 那些文寫的 其實很像Deadpool的 寫整件事 寫到 電影中看到有一隻 那隻 土狼 土狼之類的 那隻公仔 你在說那隻 類似 好像蟲鼠還是狸貓 那隻 是beaver 不是蟲鼠 不是蟲鼠 肯定不是蟲 不是蟲鼠 油鼠 油鼠 那些 公仔 其實在漫畫故事裡 那隻油鼠是會跟他說話的 是啊 是啊 那他們把這個故事說出來 那是在這部戲裏 那是Extric 這個 補充一下 這隻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隻 不知道是什麼 好像說 他第一次的戀情 裡面那個家人 那個家人 都偷回來的 的標本 OK 那這個是他 這個 這本 Black Label 這本 就會說回 一個新的故事 是很遲 就是 他說他現在是自己出來住 在紐約那裏 那裏 就有一間 不知道是酒店 類似 怎樣說 旅館那樣 旅館那些東西 那就是 那就是 如是姐坐過大禍 那又找回 一些Birds of Prey 那些Birds of Prey 那些Birds of Prey 都是黏著線的 那Huntress是黑人 那這次 那警察又在那裏 那我不知道現在 那些人 基本上是否挑戰我耐性 Anyway 我還沒看完 但是如果大家想拿去看 我覺得其實那本 那本 激得生氣我來 我覺得他還好看過這部電影 Anyway 這個是我純粹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補充 差不多 是的 那麼 下一集 未知錄些什麼 到時再 我們聊一下 再看看有什麼 再聊吧 好 今集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